首先我方认为总监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威胁 总监只是在尽力挽救 维护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对实现的一个威胁 根据劳动法第25条 以及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第二条 严重违法诱人单位规章制度 所以我方单方面解除 本公司与实现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合法的 好帅 他真的逆袭了耶 因为目前我们所存在的紧迫情形 是我们的身体不适 并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在回家休息后 依然被家人紧急送医 饮酒这个行为也实际的侵害了 我们的生命健康权 依据劳动法第6章第56条规定 对于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我们是有权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的 我说一下就是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对于实现的他这样一个职责的问题 其实他的职责不是喝酒这样一个职责 根据劳动合同第2部分 工作内容第4条第2款的特别约定 他其实是明确了 实现的职责是进行一个业务的维护和推广的活动 其中就包括了宴请 就是你走可以 但是你摔门而去 是非常不给客户面子 其实在我们正常的商业交谈过程中 是这样一种行为 所以你可以注意合理的一个方式 第二我们的规定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是合法和合理的 感谢观看